這時我們要來講託 上帝的位 聖經高倫道前書十三章第六節 聽是無愛 附起 只有愛 真理 第二 為的聖經 又犯好音第三章十六節 上帝那聽世人 世人 甚至 適合 適合他的獨生章 要讓所有信義的人 無敵不忘 反立了永遠的外名 聖經醫生 這時我們要請主任牧師副牧師來團港上帝的信息 愛的真理系列 聽 只有愛 真理 請我們恭敬來領受 請你請問 大家平安 我們上禮拜有說到 真理有三個得性 就是有絕對性 有不便性 跟普遍性 我們也有說到 亞洲基督所長的信用的真理 是絕對的 是不便的 是普遍的 是適用的 是為了要請求 所有信課義的人 我們今天 我們要繼續來看 聽到真理的關係 要領受上帝的謎 真正我們當心來祈禱 是我們的主 感謝你的文殿 感謝你 讓我們正正坐在你的面前 要透過你的謎 還有一遍在你的謎 幫助我們也會操作 我們這次 睡覺你的性 這是累住在我們心中的心 來幫助我們 來幫助我們 讓我們有職位 面別你的為 也有信心 聽心 照你的為去驚 救主幫助我們 祈祷奉克主耶穌圣主的名,阿们。 当我们明镖,什么是真理之后, 我们继续来看, 听到真理的关系。 我们刚才所谈的经文对我们说, 听这欢喜真理。 它的意思就是, 听到真理,有真密切的关系。 特别是, 耶穌基督所担来的真理和听, 有真密切的关系。 所以, 我们的台湖省言将这次繁衍得很好, 就是说, 听到真理三个欢喜。 听到真理三个欢喜。 用一句现代话来说, 就是说, 听到真理是好朋友, 是麻吉的。 如果两个人跟着会, 就非常欢喜, 非常快乐。 我们如果跟我们的好朋友 到团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欢喜, 非常非常快乐。 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好朋友 有真密切的关系嘛。 如果记得到团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我乡书有真大真大的欢喜。 所以, 听到真理是好朋友。 两个人如果聚会的时候, 就会非常快乐。 因为, 因为, 听到, 听到是欢喜所有真实的事情。 有听到人, 他就不想去, 要去那些虚枝, 去骗的事情。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听到真理, 因为是一种特别, 密切的关系。 他们两个有真大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关系? 第一, 就是我们的面别就是, 听到真理的来源。 爱是真理的来源。 爱是真理的来源。 因为我们今天两个人合并, 所以, 保持人家要多少说法误。 爱是真理的来源。 因为我们的面别就是,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得真了解来到世间。 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他来是要宣明真理。 他来是要显明真理。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上帝疼难。 所以, 圣经的人说, 上帝那样疼世间的人, 上帝那么爱世人, 甚至输了他的独生子, 要让所有信业的人, 没得到白梦。 我们都在这里的燕丸的外面。 释下他的独生爱子, 要使所有信靠他的人, 不致灭亡, 反得永恒的生命。 所以, 亚组基督为什么来到世间显明真理? 是因为上帝疼。 是因为上帝的爱, 所以耶稣向我们启示, 这个信仰的真理。 所以, 爱是真理的来源。 听到真理的来源。 第二行, 真理的内容就是爱。 真理的来源就是听。 我们看见到, 亚组所启示的真理的来源, 就是上帝专有听咱们。 耶稣所启示真理的内容就是, 上帝的爱。 就是上帝爱的救赎计划。 亚组所打来, 是上帝透过亚组, 要来表现一堆人类的听。 因着耶稣的受使, 我们得到上帝的赦免。 因为亚组所启示, 我们就是上帝的赦免。 这就是真理, 信仰真理的内容。 所以真理所要表达的, 就是上帝的爱。 尽力的内容就是上帝的听。 所以既然, 爱是真理的来源, 而真理的内容就是爱。 所以这两行, 如果合作会, 它就会非常快乐, 非常欢喜。 既然, 尽力和听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爱跟真理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这样, 我们做一个亚组基督的温度。 我们应该要熟课, 我们如何回应这个真理所带来的爱。 我们要如何回应 尽力所带来的听。 我说五项知识, 五项分详。 其实我牧师要分享五个重点,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学习。 首先, 做一个听的人, 做一个有爱的人, 我们要做的那些事情, 就是要较无尽力。 我们要渴慕真理。 首先我们要渴慕真理。 因为渴慕的心, 把我们带到真理的面前。 较无心, 就能处到真理的面前。 较无心就是一种动力, 它是一种动力, 让我们可以持续地追求真理。 让我们可以持续地追求真理。 我们知道, 在圣经中间, 在圣经当中, 有一些人, 实在是很好闻的。 他们很幸运, 他们跟耶稣面对面。 他们跟亚索基督 重头对面。 但是有些人很可惜, 他跟真理擦肩而过。 跟真理擦肩身, 比如说有一个人, 叫做比拉多, 比立多。 比立多是新闻亚索的人。 他跟亚索面对面, 他面对面的问耶稣。 他问亚索, 亚索说你是王吗? 你不是王? 亚索来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 我是为这个来生。 你说我是王, 我是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别为了真理最坚定。 亚索说以来是为了真理最坚定。 凡属于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如果熟悉真理的人都要听我的话, 叫比拉多, 他就问耶稣一句话。 你问亚索说, 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什么? 亚索说以为了真理最坚定嘛, 他就问他说, 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什么? 亚索应该是本来来回答, 真理是什么? 但是比拉多问完这句话之后, 他没有那种耐心听好亚索回答, 他就做心盼。 我想其实比立多, 他的内心, 他的内心真的很想知道, 真理是什么? 他拒绝在了解真理, 他拒绝在了解真理。 没有一个人像比拉多这么幸运, 他亲自问耶稣真理是什么, 但是太多困了他的事, 让他帝教他没耐心去接受, 亚索基督对他的回答, 他失去了最宝贵的机会, 实在是很可惜。 所以我们要有更多的心, 圣经勉励我们要渴慕, 圣经说, 要像新生的婴儿, 要像新生的婴儿, 时时渴慕那纯净的灵奶, 好借着他长大得救。 我们要像新生的婴儿, 时时渴慕那纯净的灵奶, 能够带着他长大得救。 不知道 因为我们一般败子, 那我们都会在自己演出。 乖乖一直来有点可还是有点可爱的饮。 是否很诚意、 我们都会来到八百多前 весь年 Et gang 一直到新生的婴儿上吧, 我们又会来到八百多前面糕了。 并且再困为一个未经常就接受 不会英的一些智新的心觉。 我们大级拉起公平所有的折承。 我们本来说就是刚허 couch和床所喜欢的地方。 我但他们学乎乖有点程度的折扣体型, 可是喝完30cc,他的嘴巴還在那邊吸著吸著,好像還想吃 我們再多給他泡30cc,吃完還要再吃 到滿月的時候就吃120 所以我們的孩子都頭好壯壯,都肥肥肥就對了 那孩子就是渴慕淋奶,渴慕牛奶,他才會成長 我們的信用也是這樣,你要渴慕,你要渴慕,那個來自於上帝的真理 因為我們要藉著他中大地球,我們要接到他長大得救 所以親愛兄弟姊妹,我們面對真理 一個有愛的人,面對情力,我們就是要渴慕,要渴慕 渴慕之後,因為渴慕的心把我們帶到真理的面前 第二項,我們就是要認識真理,要認罰真理 當我們用較無心來跟真理的面前的時候,我們要認罰醫 聖經常跟我們說,上帝要人人得救,都要認罰真理 上帝希望人人得救,都認識真理 所以我們要認罰真理,如果要認罰真理,可以讓我們得救 所以我們要用心去認罰 要不要認罰真理,信用的真理有兩項,不是有兩項建議 第一個就是要透過聖經,要透過聖經 因為我們看到,全部的聖經都是受上帝靈感所寫的 對於教導真理,只有這策务,只有這策务,只有這策务 只有這策务,只有這策务,都有利益 全部的聖經都是受上帝靈感而寫的 對於教導真理,指責謬誤,糾正過錯 指示人生的真理,都有益處 所以這人說,聖經可以解釋真理 讓我們明確是信用的真理 所以聖經也可以認罰我們人生的道路 讓我們明確是要用一個方向去 讓我們有一個引導,知道應該往哪一個方向去 但是我們的明確,像在聖經 有時候,我們人對真理的認罰實在有限 我們人對真理的認識實在有限 所以還需要另外一個方向,就是要相信 在聖經的時候,在聖經的時候 聖經的時候,聖經的時候 我們需要上帝的靈的幫助 我們需要上帝的靈的幫助 我們需要上帝的心的幫助 在真理的心的幫助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穿車 我們看到耶穌基督這樣說,也說說 那個安慰者就是,我的父因為我的名字 要拆來的聖神 會將一切的事只是你們 而且讓你們記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的為 耶穌這樣說 他說,那個為助者就是 父親因著我的名要拆來的聖靈 會把一切的事指示你們 你知道嗎? 使你們記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的話 耶穌基督對我們所說的一切 耶穌基督對我們說的一切 聖神的一切 耶穌基督對我們說的話 聖靈會提醒我們 幫助我們理解 耶穌基督所說的話 不然我們看到 其實在歷史上面 有一些人因為誤解聖經 而做出一些不適當的事情 所以我們需要聖靈來提醒我們 所以我們的信仰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信仰跟我們說 聖經跟聖神要做的作用 所有理解聖靈的位 都要透過聖神 我們要透過聖靈來理解上帝的話 而所有受到聖靈的感動 都要透過聖經上帝的話 來印證 所有對著聖神的感動 我們要透過聖經上帝的話 來印證 所以聖經跟聖神 好想合作的地方 讓我們理解 讓我們認識真理 這是第二項 我們要認識真理 第三項 我們要相信真理 我們的信仰不能只停留在認識而已 我們還要相信 我們還要相信 我記得保羅先生這樣說 說為了這個目的 我向聖經罪外幫人的團隊 借到輸導 這告訴來 讓他們相信 而且認罰真理 所以保羅說 我奉差遣 做外邦人的傳道者跟使徒 做教師來使他們 相信並認識真理 保羅說他的感動 就是使人認識 並且相信真理 所以我們要透過聖靈 聖經 而且還要相信 我們才能在這裡 相信有很多藝術 但是在這裡 相信有兩種特別的藝術 相信有兩種特別的藝術 第一個 相信是代表完全的接受 完全接受 聖經所教是信用的經理 我們要深信有上帝 深信上帝創造宇宙萬物 相信上帝創造天地萬物 相信這個創造天地萬物的人 相信上帝 相信上帝愛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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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代表絕對的信可 絕對的信靠 信心不單單是接受聖經的真理 也代表我們決意要完全信靠上帝 信心不是一些教義 不是一些教義 不是一些人物 一些情理 一些地色財物而已 信心也不是一種情緒 信心不是期待 信心中間的事情可能會發生 不是這樣 是我們完全相信它 正確的發生 所以信心不是 將你的生命完全交通 信靠上帝 我們要將我們的生命 完全交通給上帝 完全信靠他 所以我們現在說三項 愛比較沒有真理 人物真理 而且相信真理 第四項 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要實踐真理 我們要實踐真理 因為真理不是一套理論 真理是實踐出來 如果光知道 光是相信 那不能帶給你生命的改變 你只知道 只相信 不能為你帶來生命的改變 要實踐它 我們看到信靠上帝 也有一個人 他就是少年的官 他實在是很可惜的一個人 很可惜的一個人 他看到那個腳毛的 心裡看到他有腳毛 他是跑著來見耶穌 看到耶穌 他馬上跪下來 看到耶穌 他就馬上跪下來 問耶穌一個問題說 我要如何做 才能夠得到永生 我要怎麼做 這人在就演完我 演完的我命 耶穌看見到 他心中的欠貴 只是一些路線 他說他都做了 他說 你要辨賣收入 你要辨賣你一切的財產 然後又要幫助窮人 然後又要來跟隨我 幫助窮人 而且又要來跟隨我 結果 我們憲憲說 這個少年的官 憂憂醜醜的走了 真憂囚 憂頭到面就離開 因為他知道 怎麼做 可以在永遠的外面 結果 他做不到 他沒有辦法把它實踐出來 所以 心理的部分 除了相信 除了知道 以外 我們要將他實踐出來 因為 我們要知道 有時候 道理 我們知道 其實沒有什麼困難 我們知道道理 不是很困難 要把它實踐出來 比較困難 譬如說 我們都知道 過中年之後 像我這個 因為大苦的人 就不能吃肥肉 不能吃烤肉 但是我們去吃肉的時候 那個烤肉 還是那個 蹄膀送出來之後 因為想說 在心中 心中就會掙扎 催眠自己說 這是同肺肉 這個 這個會通血肉 就把它吃 吃一塊沒有關係 明天再減肥 所以 知道道理很簡單 要把它實踐出來 可能有些人有困難 面對 信仰的真理也是這樣 面對信仰的經歷也是這樣 有時候 我們就明明知道 我們只要信課上帝就可以 但縱使我們心中會有困難 所以 信仰給我們 提出 嚴密查考 那完整又使人 得自由的法則 而遵守的人 不是聽了就忘掉 而是切實行道的人 不是聽到這道理 你就不會記住 是終於實踐出來的人 這種人 在他所怕的事情 一定在上帝的事 一定蒙福 所以我們要面對 實踐 盡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請求我們去看醫生 醫生知道你有病 要給你醫治 給你開眼 你知道吃這些油 你就會健康起來 但是你偏偏 鼓著吃這些油 他最好 你跟你走出的 是兩回事 我們真的要特別注意 要把愛的真理 實踐出來 讓愛與真理 一同歡喜 最好一項 我沒有需要大家提醒的 就是 除了實踐真理之外 我们还需要宣扬真理 还是要传扬真理 不如不用礼 帝摩太公 要努力在上帝面前 做一个经得起考验 问心无愧的功能 正確感慨 尽力的信心 所以我们每个人 尽力的人 实际尽力的人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就是要宣扬真理 要用尽力团不出去 因为这是可以让人 最大的诱好语言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必须一起参与 在分享宣扬真理的工作上 算用尽力是每一个 亚首基督的温度 应该要做 这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是充满爱的一件工作 一项服事 是充满爱的一项服事 我本身是出生 在一个未兴者的家庭 我本身是来自于一个 未兴者的家庭 因为在台湾的时候 我有机会接受到信用 才有机会 吃着基督徒 才有机会 今天你可以服事上的 我常常在想 在生命当中 影响我最大的人是谁 应该是 那些带领我信主的人 我没法度想想说 如果我没有信主 我今天会变罪什么样的人 所以真的很感谢 那些在我生命当中 对我的信仰 有正面影响的人 我们也一直在团用福音 但总是 这是我们兄妹圆的借 我们的丹家尊博书来说 这是还不完的债 那一定要对 因为对这个团福音 我们有感觉有欺欠 我们永远都有亏欠 这样我们的教会 这种专法 我们教会才能够转化成为一个 不单单是领受恩典的教会 而是一个分享恩典的教会 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 要对一个 领受文殿的教会 转化成为一个 奋用文殿 团用尽力 团用福音的教会 我们兄弟亲主 是否保守法国人 我们当心来记得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那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 去思考我们生命的责任 主要恳求您装备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可目真理 愿意认识真理 相信真理 实践真理 并且宣扬真理的一个人 求主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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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